就来玩一下Suno 各位请你登陆到Suno网站 这个学生也可以用 但是他要登陆 好,请各位把浏览器打开 打suno suno.ai 然后呢,请你登陆你的Google帐号 他可以用Google帐号直接登陆 好,请各位登陆一下哦 那这个东西我自己的想象会用在哪里 我们有时候在背,有时候在中国人考试的社会 考试制度下 很多东西是需要背的 那像我们这种理工男 很不喜欢背东西 所以我的社会科啊,什么历史啊一直都是最烂最差的 然后甚至这个语文课以前也要背 背课文,对不对 那这个对我来讲非常的痛苦 那虽然后来 我进入教育界之后 这个才学到心智图 我那时候才知道有一些系统拆解啦 分布练习啊,这个很重要 但以前小时候没人教我 那也没有学到一些专业的 心理学的领域 比如说或者是那个什么多元智慧 我才知道说原来 我的身体是有 我的人是有各种面向可以帮助你学习的 所以你可以加入体感 帮你学习记忆,对不对 你也可以加入音乐 帮你做学习记忆这一件事 所以前一阵子呢 不是有人把那个化学元素变成一首歌吗 所以当初我如果花学课的时候 这首歌已经在的话 我想我那时候背元素应该会 很容易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老师在希望小朋友要背一些 东西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这样用的 那我现在呢 我现在应该在推心智图 所以那一天呢 好几个月以前 第一次看到Sona的时候呢 我就把我的那个新智图 各位这边 你可以到那个创造 我这已经翻译了 我把它切回原文 那个CREATE 这边 CREATE 这边呢 就是你自己的空间 你自己的空间 那你的作品 就会摆在这个地方 好 那 我那时候 在推那个 新智图 对不对 所以我就在 我就把 我就把我的新智图 我其实有做了一首歌 这边 不是这个 我为推心智图呢 做了一首歌 各位知道我在 我的上课方式比较不一样 我比较像是那个南洋街那种 Super教师的那种 我会把我要推的东西 我要教的教材 简化简化再简化 简化到很关键的重点之后 然后用Canva 图像 来呈现我的概念 那此外呢 我还会 我还会把我教的重点呢 做成类似顺口六这样 或什么七言绝句这样 让大家很容易 把它 朗朗上口 那朗朗上口之外呢 甚至做成一个 关键的图像 或做一个教句 这样子你学就会更方便 那我当初在教新日图呢 我替他做了一首歌 然后把这个歌词复制一下 那所以你在收纳这边呢 Suno 这个Suno这边你要做 做一首歌非常简单 为什么挑他 因为他可以做中文 可以做中文 那你要做一首歌 如果你看不懂英文 刚刚讲这个是浏览器的界面 浏览器界面你就可以把 Google翻译打开 这样就完全看得懂 所以如果我要做一首歌 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把歌词 或者是 如果你今天没有 连歌词都没有 我只是有一个想法 那我要做一首歌 你就可以直接 把你的想法打在这边 比如说 比如说 希望大家努力学习 面对未来 快速变化的社会 你就把你的想法写在这边 然后呢 其实呢 AI就可以帮你 直接伸出这一首歌 那这边有几个选项 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选 直接去创造的话 他就直接帮你 用乱数 帮你伸成 他一次伸两首 速度还蛮快的 那如果你呢 这边有一个点 你每天 他每天有给点数 所以你要留意一下 那个点数 你一天 这边有几个学分 这个就是点数 所以你 现在有 大概六百个credit 那你用完就没有 你就要等隔天 然后 所以他就直接帮你升 升他一下子就会好 那另外一种方式 如果你有 他已经做好了 我们随便 我们就来听听看 你看歌词他都帮你做好 歌词他自己AI生的哦 希望大家努力学习 梦想就在前面不远 每天进步一点点 你看第一段 第二段 然后还有那个重复的 从那个重复的那一段 你看 连我这个完全不懂音乐的 小时候五线土都背不起来的 现在都会写歌的 对不对 你看这个内容 比我自己创作的还好 好 好所以他就 就可以这样子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听 中文的 你看 还用中文的唱出来 这是第一个可以做中文歌词 然后可以念出中文歌的 的一个创作的平台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去试试看 那 那如果你有自己的歌词 那你就要把这个 Custon就是自制的 客制化的 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 这边就可以贴你的歌词 所以我就把刚刚那个新制图那个贴上来 这是我做的 我自己写的歌词 所以你自己写的歌词 你就要用客制化的 打开 把它贴在这里 然后这边呢 你就要去形容你的 歌词的风格 歌词的风格 比如说 如果我们要拿来背东西 可能是 摇滚 摇滚的风格 然后 这时候如果你会一些那个音乐的风格的关键字 或者上网找一下 应该可以找到很多 音乐关键字的风格 就直接把它写在这边就可以了 或者用选的也可以 那这边 那你不知道什么风格 你也可以随便点一个试试看 反正它可以产生很多歌 那所以 这个是你的歌曲的抬头 要写不写随便 当你选好你的风格 乐曲的风格 你也贴完你的歌词之后 你就可以按产生 各位想想看 如果你把上课要背的课文 或者是要 社会科要记得要背的这些东西 你把它放在这边 去生成一首歌 学生是不是 每天唱的一两遍 就会了 就不知不觉的会了 为什么 因为根据多元智慧理论 或者多感官 的学习理论 它会用你的优势智慧 会帮助你的 弱势智慧的成长 所以你那个脑神经在建立的时候呢 就会 比较多条 神经去把它连起来 或者是神经会变得越来越粗壮 促进它的部话 所以 它学习就会变得很容易 好 所以我们 我听一下 我觉得之前他做的就不错 听一下那个 以前做的 这个是很久很久以前做的 我们的心将与无放弃 一无捨棋 却奔斗着先行 台湾的 学生所求情之途 说不出 越来越不然 倒出了 有情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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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全心之不 狼狼唱 所以你看学生唱的两遍都会的 好来各位试着自己做一下 好 好 就先听到这边 来各位试做一下 好这个对 对我们这种不喜欢背书的小孩非常的有帮助 非常有帮助 所以 你可以想一下 你的课堂里面 有没有一些是需要 你现在小孩很可怜 考试的制度是压得人家闯不过气 所以 如果有机会 老师是可以教他们一些 可以促进学习的方法 让他们在这个 这种考试社会里面可以轻松一点 好那他其实都蛮直觉的很简单 各位 试试看 有问题可以 用我试试看 那 那如果你要分享 那个线上的朋友 如果你们做好新智如想要分享 做好那个Sona的歌 想要分享的话 你的那个作品里面这里会有一个分享的连结 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连结 Copy一下 然后贴到你的 贴到那个讯息里面 可以大家听一听 我觉得蛮有趣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 然后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有一些 尤其是老师 你自己如果那个 教学的内容不熟 你在上课有时候就会 敌力让 但是如果你有做这样的一个 你教材在 预习 复习的时候 你有做这样一个设计 我相信你 对这个部分 一定会非常的熟悉 我们东泰大哥有分享他做的歌 各位可以听一听 那个Sona要点哪里登录 左下角有一个 左下角的地方登录 在这个地方 会可以登录 这边会有一个登录注册的地方 你从那边点进去 然后就可以用Google登录 然后你可以指定他的曲风 就是那个 音乐的风格 每个人都有不同领域的专场 我自己在求学的领域里面 以前我就是 真的就是记性不好 所以这个背诵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非常 非常大的负担 所以如果以前 有这种东西 那我今天也不会在这边 对不对 如果以前我在学校的时候 老师就教我新制度 那我现在应该也不会在这边 那我现在应该也不会在这边 可能我现在就是 树发部的部长之类的 所以 但是现在你知道了 我觉得你就有那个责任要交给孩子 有这么多可以帮助学习的工具 游戏网老师 他有分享那个曲风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在那个线上的连结那边点进去 那个 讯息里面 他有各种曲风 我记得我们前几天 AIGC的社群里面 他也有上这个课 他里面是一个专业的音乐老师上 所以他有把那个曲风的 各种曲风的关键字 把他在里面分享 你们可以从那个现在讯息列里面那个游戏网老师 的连结上面进去看 那个网页上面非常多 哇这个比我们那个咖啡的风 风风味图 非常的多 都是中文的 可以 可以用中文 他那个关键字那边可以用中文 所以你可以直接 直接去点选那个中文 比如说什么 电火花丛林 乡村舞厅 泡泡堂舞蹈 都可以 就是用那个感觉去试试看你做的歌曲 咖啡 哦 但是 我们要先试试看你 咖啡 都可以 咖啡 都可以 咖啡 咖啡 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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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道 咖啡 對 還有他好像可以指定語言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用台語作曲 華語就是中文台語好像也可以 英語當然不用講一定可以 那個線上的賴老師也分享了一個舒適的江城寺 所以以前你看語文課我們要背唐詩 背誦詞 那個如果你有加上音樂 真的是以後就變文學大師 直接笑在那個提示詞那邊 你寫華語或者台語試試看 提示詞那邊可以把你要的要求都跟他講 就那個音樂風格那邊 你可以直接把提示詞給他 華語或英語或台語 那個台語我是聽講的我還沒用過 試試看 他每一次生成好像會用掉20點 所以他每天給你的點數其實還蠻多的 今天不夠用你就明天再繼續用 或者用另外一個帳號 現在老師應該說至少會有兩個帳號 一個是EDU的一個是自己的Google 所以就可以生蠻多的東西 所以你們那個英文不好教對不對 把英文跟那個內容把它弄成歌 會不會比較容易 會不會比較容易 通常我們再兩分鐘 可以嗎 可以啦 再錄補進去 可以 再錄補進去 再錄補進去 那你用另外一個以外器 或者用無論模式去等 用無論模式去等 可以 好 太錄補進去 所以我們早上 早上那個A1.Art是影像生成 影像生成的網站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非常的多 他就是真的是 你有兩隻手也數不完 每一種有不同的特色 那音樂部分呢 目前音樂能生中文的 A1是這麼完美的 大概目前有聽到就這一個 有聽到就這一個 其他的要嘛就是沒有中文 要嘛就是不能生歌詞 好那有了聲音也有影像 我們接下來講一下那個 對話式的 Chad GPT的重點 好那這個部分我就先跳過囉 那個樂群老師問說 老師的部落格有收納教學嗎 我的部落格現在沒有 那個之後才會錄 但是最近一直很忙 可是你在YouTube上面搜尋就有一堆了 其實我不用錄了 那個在YouTube上面搜尋就有一堆網站教學 好那感謝其他老師幫忙回答 好那麼接下來 音樂部分我們就暫時告一段落 重點是你要去想說 這個東西怎麼用在我的教學上 哪裡可以用 那個部分才是更重要 好那麼接下來 接下來